近期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严重的威胁到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 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士迫切的希望 民进党当局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 封堵防疫漏洞 一再的呼吁普筛快筛买疫苗 却被民进党当局贴上政治标签 不仅如此 他们还顾忌重施 煽动网军演了一出甩锅抹黑大陆的 所谓认知作战的闹剧 试图转移视线 欺骗岛内民众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这一类自导自演 嫁祸栽赃的戏码已经是一再上演了 从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猪 到出口波罗 从藻礁的保护到台铁失事 只要是面临到民众的质疑 他们就唆使他们豢养的网军 带风向 所以呢 甩锅推则转移焦点 成了他们用的最拿手的套路 那么在事关广大台湾同胞 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上 进行政治操弄 是极不道德的 也是对广大台湾同胞 极不负责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